嘿嘿嘿 這幾天沒見人想死 你都是三個孩子的爹了 總招惱我幹什麼 回去扶起老婆孩子 哎呀 那個黃臉婆有什麼配仇啊 黃臉婆就是我外出打工的時候 騙回來的寶武和生育工具 哈哈哈哈 你說的都是真的 哎呀這麼多年我對你的愛 你怎麼就感覺不出來了你 天快黑了別跑太遠 記得按時回來吃飯啊 走我們去做小跑劫 吃飯吧 你大倫嗎給我生這個大胖小子 我就把那個黃老婆 和那個兩個賠錢我都給趕出去啊 啊 哎 哎 嘘快回去告訴媽媽 嗯 爸爸你和這個阿姨在幹什麼 赔钱货 别怪爹心态 是你看到了布袋看看 哈哈哈哈 是生是辞 你倾天由命吧 哈哈哈哈 哎呀 这怎么有孩子呀 还活着 孩子 你坚持住 叔叔带你去医院 妈妈 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妈妈 爸爸不知道我把妹妹带哪儿去了 这孩子是不是爸爸在雪山出去玩了 没当你们不开心了 妈不是的 是妹妹看见爸爸和另外一个女朋友 在一起 他就把妹妹带走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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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是妈妈为我们兄妹三个精致的象征中我们兄妹三个永远不分开 妈妈 妈妈 是妹妹的一配 雪山一定要活着 雪山你在哪儿呢 妈妈一定会找到你呢 雪山你在哪儿 雪山 你在哪儿 雪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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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就是 我爸爸就是 想到天橋活動在裡面 這麼多年 我跟你到就說吧 你說過 要這麼一追是好的 我實話跟你說吧 我把你帶回來 就是因為我媽一直吹著 Appreciate it 我告訴你 你敢搞我 你現在離開我 你什麼都不去 you get me 就把你剩下的 兩個иту游力 都給弄死你 對不起 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 我們就不要人笑 你讓讓你別戳手啊 雪山 雪山 你到底在哪呢 妈妈好想你 是我们 还是没有一点你的消息 不管你现在在哪 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 什么事快说 什么 一个情节工居然敢带我的儿子 十五年前 我十人不欺负 被底层拉几七十 现在这种人 还妄想欺负我的孩子 强哥 当时是你带着大伙一起去江市集团贴的磁砖 这都半年了 工钱呢 你女儿就在江市集团上班 你该不会是拿我们的工钱 去讨好江市集团了吧 你们可别瞎说 这事跟蓝蓝没有任何关系 咱们一起去江市集团要的钱 他们非得不给钱 还把他打伤 这你们也都看得 强哥 我妈还在那过年住院呢 是啊老赵 这不结工钱我女儿学都上不了了 你们再给我五天时间 这要是再不给钱啊 我就是卖鞋 你把工钱给你们结了 强子强子不好了 你女儿被别人打伤了 原来为了帮你们讨要工钱 得罪了江市集团的乐少爷 你快点去救他吧 如果不是江市集团可怜你 你以为你个老子能有今天的工资吧 你不敢带他就算了 还敢不守打过手 你是想换出江市集团 我只是想考虑我爸的工钱 是他不分青红皂白上来打人 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就凭他是我江历的儿子 江家的少爷 这个女孩 怎么会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妈 就是这个贱人 你敢给我打的 好 那是他自己不小心打 我没打到自己打到墙上打轻的 不是他的爬掌 没有打到你的脸上 他们生气不可能会受伤 今天 我要是跪下来给我儿子道歉 让你全家在地城消失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没有做错 我没有 你初生在那种披荐的家庭做什么 无分高低贵贱 居然敢欺负到我儿子头上 再不过下来道歉 别说你父子的东西拿着 又连你 你休想留在僵尸 来了 来了 你们放开我爸 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 你用伤了我的手 要么给我跪下道歉 要么 后半辈子等着坐牢 全家放了我女儿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十九度是因为我起的 我给你下跪 爸 不要 你们这种人尊严很值钱吗 商量这么久还不贵 警察的速度 可比你们快得多 你 你 父人 夫人 求求你大方自卑 放过我女儿吧 我给你个头 还真是没有骨气的剑 当初我把洛大山那个畜生送进监狱上 他当着全村人的面给我喝 这种下断了没有跟您的样子 我真是陷阱 妈 不要 爸爸 来 来这儿子 喝到我满意 不光把女儿放 公鲜味写给你 妈 不要 妈你快起来 妈 你起来 求骆手 放过我女儿 求骆手 放过我女儿 我女儿 生是一条好狗啊啊 哈哈哈哈 求骆手 放过我女儿 你爸 你爸还真是的 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爸还真是的 你爸还真是的 啊 路上 我跪 我求你說話算話放過我 現在想你我先回道歉 晚了 路上 我都忘記說的都做了 你不是答應我要放過來了嗎 想 我的意思是 讓我 你放開 那是現在啊 你的血滴到我的鞋上知道嗎 這鞋錢你賠給我 你也太欺負人了 不說 剛才 那鞋不是已經擦乾淨了嗎 那錢 這鞋是擦乾淨的 但是我一想到 我的鞋上沾了你這種在房子上血液 我就可心 行了 本校也沒耐心 給你們三天時間錯過18碗 不然的話 我 把這兩個垃圾給我扔 放開我 還有 讓寶傑過來好好清理一下 哈 你沒欺人才是 放開我 一股垃圾 好 爸你身體不行了 我送你去醫院 我們現在就去 我不去醫院 把他身體把自己清楚 花那錢幹啥 咱們回家 我有要事要和你說 我 你現在也長大了 有件事 爸爸必須要告訴你 其實 你是十五年前 爸爸在馬路邊捡來的孩子 當時 你已經奄奄一息 是爸爸給你送到醫院搶救 爸 你是不是因為生病了 怕拖累我 所以才碰我 是不是 奶奶 當時爸爸問了很多人 都沒有人認認 爸爸就正式的把你說一聲問 你的耳朵 也是那個時候說壞 可是爸爸沒錢 能力只好會 啊 我不信 這半盒因為 是爸爸撿到你的手 就站在你手上呢 上面有個血色 應該是你的親生父母留給你吧 還有這張你小時候的照片 我這兩個東西 你就能找到你的親生父母 我不要 你才是我的親父 媽媽 從我親世起 你就是我的親爸爸 我永遠都是你的女兒 你是趕不走我的 傻孩子 這麼多天 你跟著爸爸 受了很多女居 吃不飽也穿不暖 還連累你 去要工錢被人打 爸 我永遠都是你的人啊 哈哈 工錢和賠償款 我一定要拿到 不然等我死吧 男人一個人可才不會 十五年了 還是沒有血帥的消息 也不知道我的寶貝女兒 現在過的怎麼樣 有沒有受人欺負 媽 你放心吧 我相信妹妹 你會回到我們身邊 是啊媽 妹妹那麼有福氣 現在一定過得很痛 夫人 這是這個月家裡食材的清單 李姐 你這新來的我也不怪你了 雪山對你也乃過 你們家從來不定來 抱歉小姐 我這就去整改 對了 明天公司要舉辦宴會 到時候 董事們都會到場 你們兩個要好好表現 會後 我會跟董事們溝通 慢慢把公司交給你們 你看 若少要求我們參加公司的宴會了 那工錢啊 應該是要給了 啊 我覺得他肯定沒那麼核心 想不管那麼多 咱總要過去弄我清楚嗎 來來 你覺得二十歲生日了 這這裙裙子啊 就當是爸爸給你的生日禮物 你趕緊畫上他 咱們去參加養育 你們走錯地方了吧 今天這樣的場合 可不需要情景 我今天不是外大嫂 是洛少請我們過來的 你算什麼東西 洛少會看上你 乖 你該不會是想別掉金貝蓄的 也不照照鏡子 別動我女兒 別用你的當手話 洛少 終於見到您了 你叫我們來參見愛會 是不是要把我們的工錢給借來 我把張碗都拿回來了 趙子強 你是不是前兩天 給我磕頭把腦子磕上了 我今天喊你們兩個過來 是想問你們 欠我們現在什麼時候還 洛少的那雙皮鞋 可是全球限量的與我皮鞋 你們不會是想弄髒了 就抵賴吧 天啊 不會是那雙純手工打造的嗎 那雙鞋可不然有錢就能買到的 聽到了沒有 也就是本上有我心底善 只問你們要了十八萬 嗯 拋去你們這賬上的八萬 你們還欠我十萬 不能這麼欺負人不能這樣 趙蘭 還不敢說謝謝洛少 明明是你自己把我爸的臉 安在你鞋上才弄髒的 那可是我爸的血汗錢 你憑什麼說抵賬就抵賬 因為我臨這裡是僵屍 太欺負人了 洛少 你看能不能先把那八萬塊錢 供給給我結了 我供友的家人還等著那錢救命 十八萬塊錢啊 我打工慢慢壞你 什麼救命的錢 他們的命關我什麼事啊 我求求你 可憐可憐我們吧 那八萬塊錢對你不算什麼 只要你行行好 以後啊 讓我做牛做馬都沒問題 幹什麼呢可別死在這啊 會氣 這樣吧 如果你們兩個今天把本少爺 我好開心 我可以考慮考慮你的建議 爸 別答應他 他肯定沒安好心 怎麼 剛剛還跟我說要做牛做馬 現在就後悔了 更何況我也更需要你們給我做牛做馬 只需要給我當狗就行 這樣 你學狗爬 在地上爬一圈我給你一萬 八圈就是八萬 怎麼樣 一圈一萬 這麼賺錢的買賣 你們這輩子 怕都沒見過吧 你真瘋子 我要是拿不到這筆錢 蘭蘭就要背下千塊 甚至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我不能連累蘭蘭 不說 我答應你 你一定要說話算數 爸 我求你了 之前我們不要了 爸 爸爸 不要我 乖女兒子 爸爸讓你丟臉了 但是 爸爸沒有時間了 都說窮人沒尊嚴 果然沒錯 快點啊 還沒見過人學狗爬呢 多謝洛少帶我們看一眼 媽 你不要 媽 媽你死了 媽你死了 媽的媽媽 媽媽 我們不要錢 媽媽 媽媽 爸我們不要錢 我們回去 媽 哎呀真有意思 啊 狗怎么能止盘呢 来叫点声听听 不用 啊 啊 梦 梦 哈哈 觉得可真像啊 真不愧是天生当狗啊 哎呀 人若是 那八圈已经趴完了 你看 八万块钱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没问题少不了你的 哈哈 哎呀你忘了 你是狗啊 狗怎么能站着捡东西的 狗马去跪在地上 用嘴把钱捡起来啊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哈哈 掀起来 这你敢撞我手 爸 爸你别嫁我 我带你回去 我现在就回家 我带你去 找我来你好大的胆 能让你走了吗 放在地上也就想走 好爱就抓住他 还给我来啊 你一下狗就应该给我滚一边去 我还是在眼神父女情商的啊 你一个要死不死的老被 乐乎这个笼子是吗 抓住他 我爷 谁让你有这种眼神看我的啊 拿开 不要 不要 来的丁丁奶过敏 他会死的啊 来 放开 我就没听你说过 谁喝牛奶会死的 哦 这个是记忆 你们一辈子也好 放开 老爸老师 老师我求求你放了我女儿 有什么从我来 他喝牛奶 人家会出人命的 好不好喝啊 这么回你的全一个人喝完了 天的味道不错吧啊 都给我住手 今天的事情 我不希望在外面听到任何风言风语 给你干什么 今天朝和少年咱们 这家里也都快被你丢弃了 放开他们 奶奶 奶奶你没事吧 奶奶 我好痒 我可转不上气了 不懂 不懂了 奶奶 咱们马上去医院 他也对你来过敏 姐姐我好痒啊 妹妹你怎么了 我去找妈妈 姐姐 我喘不过气了 你先别走 我们今天是不是见过 洛小姐 我是僵尸的清洁工 我们自然每天都会见面 我们这种底层的人 不值得你们为难 还请你们放发善心 放过我和我爸 我们赶紧去医院 我带你去医院 我今天没带现金 这块标 是给你们的医院费 洛小姐 是给你们的医院费 是他们配拿的 嗯 今天的事情 其实都是弟弟的错 那是他们招惹燕而在先 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 也居然赶来我的地盘撒衣 我没有怪他们 把我的宴会 搁入烟瘴气 赶他们走 毕竟是狗爱开恩 他们居然还想用词 你们快走吧 叔叔受伤 你的红尖越来越严重 赶紧去医院 要就赶紧捆 一个满身红尘 一个满口吐血 知道有什么传人 二人 把他们俩待过的地方 给我好好消足 等到 不能走 你闹口也没有 妈 妹妹 那半块预备我找不到了 那个是妹妹留下唯一的念想 只有赵兰碰过我 给你赵兰偷了 我没有偷 我爸爸虽然身体快坚持不住了 我得马上送他去医院 说不定飞舰的医院是什么地方 晚安 自己找找 不可能 整个宴会厅 除了这种穷鬼谁会偷东西 我没有偷 我真的没有偷什么预备 好了叶儿 得到人数请到人 你们快走吧 这里我污了东西 还想走 妈 他们都受伤了 让我去医院吧 如果我当初 不是相信这种人的鬼话 明明就不会出事 所以子嘉 这种人啊 一句都不要信 你这个有妈生 没妈咬的吓得吓得了 小宝 你说话太过分了 小宝 我虽然就 是我女儿 姐姐不敢做任何的东西 我儿子说了刚刚 只有招牌帮过他 除了他 还能有谁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跟他费这么多话的 直接搜一下我就知道了 给我自己搜 放开我 放开我 我都说了我没有 你们怎么样才能放过我们 放开我 不要碰我的衣服 你装什么肉 像你这种没见过世面 我看你是想偷了东西 快去买钱对吧 对嘛 妈 不能放过他 妈妈 那可是妹妹留下的唯一念想的 一块玉培的重要信 你知道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块玉培 对我们落甲很重要 如果你交出来 我们可以放你走 我没有偷玉培 我真的没有偷玉培 是豪主的贱 来人 衣服给我扒了 仔细搜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玉培 你不要好 我来搜 你贱人 到底把东西藏哪了啊 妈 说不定是弟弟丢在什么地上 你这样没有追玉培而搜寸 真的不好 姐 你们也只能看着那个女人 拿走为你唯一的东西 青天成的这么紧张 真是个借户 没有 怎么要人家可以帮帮我 没有小偷会承认自己偷东西 你们放开我这儿 这根本没有偷出走势 要是有我从我来 他 牛妹 牛妹 已经说不了了 这不是你们这样真的的 江总 没有收到 江总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走 有 赶紧快 记住你的身份 以后看见乐家人 你让我倒走 江总你放心 以后我们不会爱你 你再也 没事 你不快走 都给我找 如果找不到玉培 所以 就是离开大清犯 妈 今天的事情确实是弟弟太过分了 而且赵兰一个听照人士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 他很熟悉 自家 这块玉培 是雪山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点面相 如果雪山还红着 那这块玉培 就是我们跟他相认的唯一一个信物 十块雪山 一二的交真意信 也是无可后悔 妈 既然玉培不在赵兰身上 那一定还在夜后厅里 我们再仔细找找 找到了 少爷 玉培找到了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幸好找到了 不然我总面对我妹啊 你说说你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不好好收着 万一被那些阿玛奥狗偷了怎么办 哎呀 知道了吗 我以后一定天生保管 散了散了都散了吧 走开 这 这是雪山的方块玉培 真的是真的 刚好和我就和人拼到一碰 怎么说妹妹她刚刚 她刚刚来过 那她现在在哪 我的女儿 她刚刚就在我的身边 我怎么就没能认出她呀 妈 你别急 雪山既然来过 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到她 天明叔 马上把今天参加夜会的 所有俯瞰年龄条件的 全部你还名单 给我整理出去 好的那小姐 还有夜会厅门口 也要派人把守 雪山丢了玉培 一定会回来找她 我们生生 他马上就要回来了 那个妈 如果妹妹回来 我们不认识她怎么办 夜你忘了 你妹妹 这片磕膜上 有一块星星的开机 我们一眼就能忍住她 妈妈我这里怎么有一颗小星星呀 这个呀 是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妈妈用血给你做的标记 可是哥哥姐姐也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 他们怎么没有呢 因为啊 你是最调皮最贪玩的那一个 有了这个标记 不管你将来去哪 妈妈都能找到你 哎妈妈 不要和妈妈迎面 哎呀妈妈也爱你 我的宝贝 我的乖宝贝 妈妈马马上就能见到你了 喂 好我知道了 妈 医院来电话说赵成在咱们医院偷袭 我去看看 好 你去吧 对了 书面做个提醒 谁知道那妇女俩有没有什么串人病 好 啊对了吗 有小妹的消息 你要记得通知我 去吧 医生 秋秋你救救我吧 你爸爸是肝硬化伴随并发症 情况很严重 医院也了解你们家的情况 给你们减免了部分医药费 但是现在你爸爸需要尽快顿 而且后续需要长期吃药 废物永远 你医生 求求你救救我吧 多少钱都可以 你爸爸的情况需要尽快做手术 不然撑不了几个月 现在耽误之急 是尽快筹集医药费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啊你可不能有事 我不能没有你 莱莱 你不要难过 爸的身体啊我自己相处 只要你好好的 爸也就没有什么可别遗憾呢 啊 你别胡说 都是我没用 但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不能没有你 张少 洛少 好消息 有人跟张少的肾脏 这已经成功了 洛少 您猜这人是谁 卖什么关子 我怎么知道跟你说 这人啊 您叫赵兰 是你们僵士集团的金铁峰 又是这个女人 哈哈 我就知道天不枉我 这妥妥事成了之后好处少不了你 好的张少 等等 我跟你一块去 你怎么想到这的 你又想干什么 这是多少 我爸的病情很严重 你不给我们结公斤 我凑不起手术费 我爸已经没几天可活了 你就放过我们吧 正好哦 我今天来呢 是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朋友呢 需要你一个肾 只要你愿意把肾赚给他 给你两百万 是吗 这是合同 现在可只有这一个机会能救你 不然 我就是翘翘了 我答应你 我不同意 我这把老骨头 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同意我女儿捐身的 老东西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要是这个贱人跟我朋友匹配成功了 他全身卖了都不值几个钱 爸 我愿意专层我不能没有你 我那愿 你们都给我出去 都出去 这可是你说的 等你们来求我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 走 爸 这一个是不影响生活的 来了 爸爸半截身子都已经入土了 但你不一样 你要是看 看上你自己 爸爸就把我思议你看 妈 你别气 我答应你我不去 就是赵兰他爸干硬化 需要一百多万的治疗费 都这样了还活着干嘛呀 早点死的了 哎 赵兰 赵兰 赵兰的事考虑怎么样了 路上 我答应我爸 我不会去 好啊 那从今天开始 你平均一三 定期 对整个楼的厕所 都有你来的 你能不能说什么 你为什么扣我工资 你不能这么不讲道理 不是 整个工资都是我家的 我就是一分钱不给你你 我怎么办啊 能不能干 不能在现在 你明知道我爸现在重病需要 且我不能没有工作 你这样不是帮我死路上逼吗 想死那句死 还有没有人来 你 你到底还有没有人心 难道全人的命在你眼里 就那么有人不知 行了 别啰嗦了 到底能不能干 不能该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好 我去大嫂厕所 我没听错的话 我没听错的话 三少让你打扫了 是整动的 不过 江总的厕所 本来是有专人打扫的 可我们来慢慢的 倔弃 所以特意给你争取了 给江总打扫厕所的机会 你 特别太感谢我 谁让你进来的 在偷东西是不是 不是的江总 我是来打扫卫生物 你在干什么 不是江总别碰了 你这手脏死了 每次遇到你这种下当人我就透明 打伤我儿子 搞砸公司宴会 还有你那个农民工的爹 吐了一地脏血 这些还不会吧 现在居然赶来我的办公室捣乱 给我滚出去 对不起江总 我不是故意的 滚 滚出去 强势不需要你这种废物 嗯 江总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爸爸病情很严重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能打工挣钱了 我爸在医院还需要很多钱 需要钱 你就来我办公室偷东西 江总 我没有偷东西 我会给你跪下了 江总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别看我 离我远一点 只见到你这么吓的 他就晦气 给我滚 立刻马上 妈 是我让他来打扫的 公司保洁那么多 找这么一个笨手笨脚的龙子过来干什么 你看看他那副德行 一副穷酸样 每次看下他 我就想起来你那个混蛋爹 又穷又坏又没骨气 哎呀妈 让他来打扫能节省一笔开枝吗 而且以后所有的杂活都由赵兰兰卡 要不是张承许儿子的肾脏 行行 会听儿子的 不过我告诉你 以后进我办公室必须穿鞋套 不该碰的东西别碰 还有 如果你敢偷东西 是吧 关 有雪山的消息了吗 妈 参加宴会的所有人我们都调查过来 可还是没有小妹消息 你大姐 已经派人去宴会厅附近增加了摄像头 只要雪山回去找玉佩 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发现 妈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小妹的啊 雪山 你到底在哪啊 妈怎么这么笨 怎么就没能认出你呢 这样你回到妈妈身边 妈妈一定 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啊 爸爸为了不让我在宴会丢脸 一定花了不少钱 来来 你马上就要二十岁生日了 这条裙子呀 就当是爸爸给你的生日留 还是把裙子退了 给爸爸换点医药费吧 小姐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您好 我想退货 我们店里的衣服 瘦出一概是不退不换的 这件衣服皱皱巴巴还想退货 放大头啊 不是 这条裙子我已经洗干净了 而且 吊牌也在 不影响你们销售的 就算你不能退全部 退一部分也行 我爸爸疾病住院 我需要住院费 这件衣服本来就是打直的垃圾 我那是有多穷酸啊 这点钱也看在眼里啊 垃圾 就应该呆在垃圾桶里 我也太欺负人了 好好的裙子 那个他扔垃圾桶里干什么 你这种白皮小怪我见多了 想穿好的又不想花钱 穿好再退给我们 谁知道你身上鱼头脏病啊 带个夏威复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这样也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过分 叔叔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过分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过分 莫小姐您怎么来了 这个女人是想白嫖 我刚才是准备给她点教训 闭嘴 这么小姐可以帮我 我没想到一个 放开我 不要怕 去拿条通话裙子过来 这个卡里有十万 还要等会那条裙子 是我对你的不偿 我弟弟那天做的事 确实太过分了 这太多了 我不能要 你别这么说 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 就陪我吃顿饭吧 咱们交个朋友 还有这个钱 你一定要拿着 以后有了再慢慢还给我 现在吗 对啊 走吧 莫小姐 我可以吃这个吗 当然 你这习惯还挺特别的 是有什么原因吗 啊 你说这个 小时候家里穷 夏天热的时候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有时候我还会拿白糖来拌西红柿 可好吃了 妹妹 你为什么要把西红柿削皮啊 因为这样很好吃呀 姐姐你来扫白糖吧 好的 好吃 好吃 没有皮的真的好吃多了 那姐姐你多吃点 妹妹你好聪明啊 骆小姐 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 我得回去照顾爸爸 哎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骆小姐 已经很麻烦你了 如果雪山当年不是为了救我们 应该和赵蓝差不多的吧 来了 爸爸累了 不想治了 咱们回家好不好 爸 我知道 你是担心钱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上次姜总的事 他过意不去 特意给我升职加薪了呢 是真的 他还给我奖励了十万块钱 兰兰 骆家人 本性还不坏 爸 你呢 就安心养病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医生说了 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这是我特意买的 蓝蓝还是跟以前一样 喜欢吃荒乐片的习务室 也不知道是跟谁去 你不想干了是不是 垃圾桶里垃圾桶溢出来 你等着谁般打扫啊 十分钟得给我滚回来 让你做人 知道了洛少 我马上就回去 爸 路上让我回去加班呢 你安心养病 我很快就能挣够钱了 好 那你可别累着 洪娇姐 给姜总送水果的时间到了 烦死 喂 你们谁去给姜总送水果 喂 赵拉 茶水间有我给姜总准备的西瓜 跟车梨子 你去送 好 哦 姜总 您的水果 怎么是你 你以为你这双脏手给我切水果 谁知道镇了多少细菌 你特别恶心我是不是 对不起 我下次会记得戴手套的 没有下次 媽媽我給您切了水果 呀雪山真棒 還能把西瓜切成猩猩的形狀呀 真漂亮 媽媽喜歡雪山每天都給您切 謝謝寶貝 等等 誰教你這麼切西瓜的 我誰教你的鬼叔 是 是我 你應該讓你一個蠢婆姬 來給我媽生的辦公室 你又幹什麼了讓我媽不高興了 我真是忙糊塗 才會覺得他像雪山 我的雪山那麼優秀 怎麼可能會是這個籠子 行嗎 你先出去吧 你們不覺得 趙蘭跟雪山有點像嗎 他姐 你想小妹想瘋了吧 趙蘭不過是一個農民工的女兒 還是個籠子 怎麼可能跟小妹相比 有沒有可能 他不是趙子強情深的 啊 四個人都能看得出來他們是親生的吧 他爹為了他連命都能活得出去 一樣的見面 怎麼可能是親生 以後 我的水果只讓趙蘭送 每個月再給他找三千塊錢工資 媽 你也太給他面子了吧 他就是個死龍子 你 我現在 一定要選擇去照蘭和照菜 沒有放過任何東西 好 端了果盤就能長公子 這背後肯定有貌 江蘭還說以後 讓他一個人去送果盤 他肯定有什麼心想 哄了江蘭團團轉 以前送果盤可都是紅椒姐的果 會不會是照蘭送果盤的時候 說了紅椒姐才會換 我就知道是你在背後搞不 你平日不聲不響 原來都是裝 你到底在江蘭筆說了什麼 讓他把送果盤的工作教給你 你什麼都沒說 你放手 都給你點顏色 你是不會說實話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放手 還敢聽嘴是吧 員工組的第二組 全新欺慮如同事成 一定情形開除 洛小姐去照蘭他 我有眼 我看得清清楚楚 是你先欺負了他 你沒事 我沒事 謝謝你洛小姐 賤人 竟然敢活洛小姐給你撐影 看我以後怎麼收拾 照蘭我看女孩怎麼收拾 過來 你們幹什麼 你的項鍊你都看透 像你這樣的徒生 烈根是刻在馬子裡 真是給點顏色就像開展吧 什麼項鍊 我沒見過 昨天我的辦公室就只有你一個員工記 除了你 還能有誰 江總這肯定是個無褲 我沒有偷您的項鍊 整個公司 除了你 還有誰缺錢 我們可都沒有病種的父親 你是想給你爸治病 小瘋了吧 江總的東西都敢偷 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 洛少 你來的正好 這個女人她偷江總的東西 連我媽兒都就是敢偷 要來 你瘋了吧 我就算再抽也不會偷別人的東西 滴滴 媽 趙嵐不是這種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 有沒有誤會 搜一搜 法案都少 放開我 放開我 啊 啊 啊 我都說了我沒有偷你們 為什麼就是不相信我 難道就因為我求你們 就可以這麼侮辱我嗎 江總 你裡外外都搜過了 沒有想 難道真是誤會的 錢包上錢包搜了沒有 別管我的錢包 你們是我自己的東西 錢包的照片上 寫著我被爸爸撿來的年月和弟弟 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是撿來的 這麼緊張錢包裡面 你又把香蕾 沒有 打過來 裡面真的什麼都沒有 偷東西還是 你趕快 江總 在那找到了 在哪找到的 就在寶劍室照蘭的包裡 我看你還有什麼好狡辯的 照蘭 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不可能 我根本沒有見過這條項鏈 你別裝了照蘭 你到底用支撫無故的表情騙了多少人 我看你就是個天生的壞子 像你這種手腳不乾淨的東西 只能給僵尸抹黑 來人 把他給我送到警察局 我救救你 不要害我 你最讓底層不出什麼賤人P字 真是永遠都不能相信您的鬼話 更是不能有任何特影之心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就是不願意相信我 你們為什麼這麼對我 我都說了我沒有道夫 你們要是非不相信我一定要把我送到警察局 然後我就自給你們看 照蘭你得機到 媽 如果相連真的是照蘭拿 他怎麼能把相連放在包裏等著我們去搜啊 再說了 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是他拿的 況且 如果把他逼死 對我們公司的聲譽也不會有影響 對是這樣媽 大姐說的對 照蘭不能死在咱們公司 不然公司的名譽也會受影響 不處理他 公司指他員工 都學他手腳不乾淨 那公司城市不要 媽 你聽我的 把他留在公司 我有的是辦法收拾他 好 就照你說的吧 不過我告訴你 以後我的辦公室不允許照蘭非議進入 都別看了 上了 照蘭 你也以為尋死你國政跑過去 我別想 趙小姐 你爸突然病情發作 需要你馬上來趟醫院 爸 爸你醒醒 李醫生 救救你救救我爸 趙小姐 你父親的情況很危險 需要立刻手術 請你警官小區守護費 否則我們也有一個無力啊 怎麼辦 我到底該怎麼辦 快 還有那塊玉 那個玉佩應該還能賣點錢 一定是他在宴會廳了 我得趕緊把他找回來 去殺野先生 你到底在哪兒呢 進 江總 宴會廳有人過來 是誰 怎麼會是他 你這個有媽生沒媽養的嚇到 你這次居然 趕快我的宴會搗亂 你的入職報告上 連你媽媽的資料都沒有 是不是你媽媽都不要你了 江總不要 我幫我住院需要很多錢 我不能沒有隨便工作 我求求你 你不要我 你這種底層 說什麼見了一批子 真是永遠不能相信你們的鬼話 為什麼你們就是不願意相信我 你們為什麼這麼對我 很怪我 我找個小都是他 快 沒車 我要去夜會給我 我要去見我的女兒 我 這不是我的預拍 孩子 你你來這幹什麼 我是來找東西 是我自己的東西 孩子 你要找的 是什麼東西 他真的是我的雪山嗎 我找 你這個小套 果然是你偷走了我的戒指 不是的 這個戒指是我剛剛在驗戶間找到的 怪不得那天驗戶結束後 我的戒指就不近 結果是被你偷走 藏在這 我沒有偷東西 我真的是來找我自己的東西的 你是在找 藏在這的戒指 然後拿去賣 白天偷江總的箱片 晚上又偷我的戒指 是有多確信 你甚至在宴會女廳 就看上我的戒指 你這個小套 原來是這樣 我還以為 你是讓我懶得管 但是這個地方 不是你不能進 法案 我不准任何人 隨意進入宴會廳 沒車 我出將市 江總 我真的沒有租東西 我真的是找我自己的東西 請你相信我 我趕出去 你 江總 我真的有東西拉在這了 請你給我點時間找 快出去 學生 你就不想媽媽不想想嗎 玉佩這麼重要的東西丟了 你怎麼會來找呢 找不到玉佩 我該去哪裡操爸爸的手術費呢 玉佩 我爸他怎麼樣呢 趙小姐 你父親病體惡化 如果再不手術 我們也沒有辦法 趙小姐也來 趙小姐也來 玉佩你能不能 現在給我犯手術 手術費我會打工一點一點環島呢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 你願意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呀 實在不行 你不如考慮一下 你張上捐身那件事 少一個事 不影響正常生活 真的嗎 真的 好 那我捐 我捐 好 誰呀 這他媽大半夜的給老子打電話 什麼事 小事 我 願意給你真事 早欠了这合同 有办法早就做手术了 何必等到现在受这罪 哎 现在也不完 我已经签字了 两百万什么时候给 放心吧 合同都签了 只要你绝得慎 钱马上等 赵小姐 您的各项检查符合手术标准 可以准备手术 行了 看您同意了 可以准备转账了 转账 这段活动也就片面他那种不懂法的情 我就是没钱 他去哪拿钱 咱们可以拿着钱去办一个班了 你给他不纯纯浪费吗 这事儿 我后倒吧 哎 能给小爷我居然是 是他的什么姓 罗哥 你放心 这事儿跟你绝对没关系 我就借过你们僵尸集团的医疗社 至于医生 我自己找 来来千万别手术 等着爸爸 妈妈收就到了 谁 谁在那 走去看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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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没有见 动动 赵兰娟是熊猫血 可是她的体质也太差了 虽然说每一下能够基本的标准 但是风险还是很大 她为了救她爸爸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李医生 呼吸麻醉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麻醉吧 别紧张 一会就好了 来来 不要钻 你们都是骗区的 别骂我东西 去你把你追到了 是我爸在外面吗 你爸在病房呢 不可能在外面 你别紧张 一会麻醉了就好了 来 躺下吧 来 原来 不要转身呢 要敢上来你 你别不想死给你干 老东西 王爱老子办事 他们走啊 有人在打我们 你这是大老公共警察 打一根真丁机就好 原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死给你干 那是我爸爸的声音 哎 我去 来 动手 出来干什么 不想让你大死 就赶紧给我哭回去 爸你怎么样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都已经答应你捐身了 你为什么还要打我爸 原来不要就是 他们都是骗你的 赵文 我劝你现在赶紧搗回手机 就让我猜你弄我 你要是敢赠我把一根手机 他我死也不会给你捐身 你就是什么钱吗 这卡里面有三百 现在都赶回手务室 钱少了 这卡里面有一百万 加一七总共四百万 买你两百万是够够 白勒 你不能确实 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你钱 那卡里身份全都没有 一千万最后比较近 别给你不要脸 赵子诚就算是傻子 也不会拿我女儿卖身的钱 你来救命啊 那就死吧 别让我 爷儿我忘了 我妹妹 他这边胳膊这 有一块心情的怠近 我命也就在这车 是妹妹 什么呢 你还没关系 罗哥 你不会心疼那个女孩 我让你放下 是我眼花了吗 抢你都瓜不甜 我有办法让赵的新边权你全身 好 今天就先放过你 算了 爸 爸 都怪我没用 让你说欺负了 是爸的 真的给了你 爸的身体 把自己清楚 你就别站了 我现在最大的心 就是你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这样 你就有了依靠 外人就跟开心走了 啊 你别这么说 我不会让你来吃饭 妹妹 你到底在哪儿啊 十五年了 我每天都活在 自己的悔恨当中 我都希望当年被丢掉的人 是我啊 妈 是不是有雪山消息了 不是 又是赵兰那个晦气的东西 害得我空欢喜一场 大半夜 居然跑去宴会厅 找红椒的金戒指换钱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够了 你别听他说话了 自从我遇见他 身边的招心事就没有断过 他跟你那个混蛋爹一样 都是骨子里带着晦气的下铃烂 我已经给过他很多的机会 明天 他必须给我滚车招心 什么 叶儿说说话了 赵小姐 你父亲的事情转过越来越差 很可能撑不过这个月 不会的 主任刚收到消息 罗绍车祸出现人中消失血 但罗绍是产见的 二一致阴性血 咱们医院没有存血 坏了 如果罗绍救不回来 我们都得丢饭了 你发什么呆啊 有话快说 主任赵小姐是 一致阴性血 两天做手术 刚检查过 赵小姐 现在人命关天 如果你的救贵罗绍的话 说不定你爸爸的手费 就有穷的 来 过来 不好了 李医生 赵小姐世界过得昏迷了 什么 医生 我儿子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生命危险 罗绍是血过多 情况严重 我们血库没有RG阴性血 好在赵小姐是RG阴性血 可以给罗绍输血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 继续安排手术 赶紧抽呀 手术已安排了 但是赵小姐身体的弱 而且还有贫血 现在已经昏迷了 不能再继续抽了 我不管他有没有昏迷 反正我的儿子 一定不能 江总 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他继续强行抽血 会出人命的 妈 人命关天 我们再找找吧 弟弟的宁就不是命吗 我不管 反正今天 如果只能活一个 那必须是我的儿子 叶儿现在还没有血 给我继续抽他的血 否则 叶儿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都别想好过 妈 你太过分了 赵兰已经够可怜了 闭嘴 赵兰就是个天生的建筑 能救叶儿的命 那是他的运气 大夫 他父亲的病 我们花钱给你吃 再赔给他一些钱 还愣着干什么呀 抽呀 赶紧抽呀 让开 你不抽就滚蛋 我来 红主任 叶儿的命就拜托你了 你们不能这样做 赵小姐会出事的 他的命有洛少的命重要吗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别在这碍事 不要 不要啊 赵狼会出人命的 你们干什么 带你进手术室 要点心思给你安排手术 我都没钱交费 怎么可能会安排手术呢 没事你女儿他 我说什么 我我我这身后需要输血 这我扎许姐姐已经有事 你女儿做了洛少 应该能承证免免费给你治疗 我 我哎 来来来来来来 你别跑啊哎 不然 洛少爷的面保住了 你都这样来了 他怎么样了 他平常高高 伏技熬过斤了 那就多给他夫妻一些钱作为补偿 走了赶紧去 省得把细菌传染给我 来了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这里是手术室别打了 别人休息 你们今天做医生的 他就没有联系 把她的钱冲开了 还我女儿一呗 到了 我让她先保护 对不起 都怪把我们没事 你没有保护好你 你女儿的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 哇 我没有保护 你的手术费我们全体 另外 再多给你两百万就 我绝的命 在你们眼里是这六百万吗 两百万换你了 他如果打工的话 几倍子就赚 行了 赶紧带她回去料理后事 你们都是畜生 我跟我家和你女儿 我女儿要上次了 我有钱有什么用 我要你们学在学成 赵连纳冷静点 疯了 家长人疯 父女俩真是不知好感 给我拖出去 江总 你儿子的命是命 我女儿的命你不是命吗 给你说明 你怎么跟我儿子还没相继并乱 他 你女儿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 现在必须立刻去SU进行观察和治疗 你女儿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 现在必须立刻去SU进行观察和治疗 你女儿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 SU每天消耗两万 我们医院已经为你们添付很多了 如果 我马上去接钱 你赶紧再救我你了 医生 你赵小姐安排手术吧 经全力移植 手术费用我们会全球资负 小姐 你们一定会全力救治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给赵小姐输血 你们家里有妹妹亲戚 是RH阴行学的 我就是 想您救她的命 把我的血抽干都没了 你是 RH阴行学 对 她脚手被人丢在家里 事实过多 她的命都没了 就是输我的血治好的 输我的血 除了问题我负责 好 我马上去输血 输不一点女儿 还有救 看她 难道赵兰是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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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终于 莉莉你终于写完 你可吓死妈妈 莉莉你终于写完 你可吓死妈妈 太好你没事 我们都担心 以后啊 可千万别注意 妈妈已经失去学生了 不能再失去你了 情况下本来就是医生 我以牛腾成量的 妈妈也不想活了 妈 妈要听到医生说给我输血 输血血也行 你让我休息 这件事我以后再说 妈 妈姐 我看我那想你了 我老太 我再让鬼下去坏身 什么什么都做不了 今天 你高兴 事必想那么多好好休息啊 洪主任 赵兰情况怎么样了 赵小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赵小姐元气大伤 再观察几天看看吧 你们现在最好不要再刺激他 洪主任 你说 赵紫贤和赵兰是亲生父母 我刚才 昨天听见 赵兰是他在山里见的 是 从遗传的角度上来说 他们都是极为寒淀的IH英星区 应该是亲生父母 是亲生父母 难道是有亲错 妈 您是不是也会招乱他 一定是我没想多了 再说了 写生咱们可能是个龙子 这不可能 喂 妈 我有办法找到学生 咱们公司不是你们这个员工体检 如果在项目里加上DNN检测 你就什么都清楚了 但是 宴会那天 冰壳太多太杂了 如果员工有DNN 咱们可以给冰壳安排米费体检呀 来个盘查 你也可以找到学生 好 最好你说的办 同志人 这个体检就交给你们医院来发 放心吧姜总 老小姐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 对了 赵子强和这两个医药费有我们出 我可不想进他们这里的人情 我明白 姜总 先生 你到底在哪呢 你给妈妈捉迷草 快点让妈妈找到你好吗 他们真的好想 嗯嗯嗯嗯 好在你醒了 等你好了 咱就不干了 洛家人啊 没什么好东西 你们运气还真好 你爸的医疗费当时就多过了 过几天就去手术了 我不手术 完了 谁知道见面子又回到我的手术 让你干什么事 你也太把你女儿当天菜了 要不是因为姜总不想见你们人情 用来找我亲自跑一趟 这不是好人 爸 这个是我给过夜谢谢 拿命过来的报仇 你要是不手术 那我不就白胜碎了 那员这次啊 怎么会再耍我们 你们这种社会怎么 能被姜总和洛家人耍 也是你们的认识 这门居然是 表姐 今年体检怎么加项目了 今年的体检可不一样 姜总想通过这次的检查 找到失散多年的女儿 真的假的 那三小姐 有消息了吗 这女孩可能现在就在你们公司 而且将总怀疑赵兰就是她的女儿 怎么可能 她就是一个聋子 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而已 等检测结果出来就知道了 哎表姐 等警察结果出来了 你提前告诉我一声呗 我就不相信 她会是罗家的小姐 医生我来晚了 你一个清洁工检查这么全面干嘛 你的血用得着抽吗 到时候就跟姜总说 他死过了 拿不到精致 哎呀 留言是个车 垃圾了 可是姜总说 这次体检严格每个人都必须抽血 否则按离职处理 你来晚了 都在准结束了 快人走了 可是红主任 我没有迟到 可是红主任 我没有迟到 天不懂人坏 医生说了 检查已经结束了 怎么了 大小姐 她自己到晚了 还必须医生 给她单独检查 也不怕她的脏血 多亏了赵兰娟 她的血 你一次小叶也脏 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怎么敢说落少 我没有迟到 我是按时过来的 我是怕 没有体检报告会不会开除 所以 你放心 这没有人会 我们只会此为欺负同事 仗势欺人的行程 谢谢莫小姐 来说些的是我 你是我们军人 还有你 如果你再跟他过去 没怪我对你不客气 这熊猫血极其吸引 这次叶儿出世 多亏了赵兰 如果能把赵兰留在身边 说不定关键事好 您就我叶儿的命 江总 闭嘴 出来了 有我在 没有人能欺负 快去检查吧 孩子 以前我们做过伤害你的事情 向你道歉 以后我办公室的果盘和卫生 都交给你来负责 工资 也给你涨到一万 是 他只是一个清洁工 行什么拿一万块钱 就凭他为了救洛叶 差点丢了自己的命 小兰 如果以后有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我会替你做什么 对了孩子 还有一件事 今天晚上 我们想邀请你去家里吃饭 到时候 洛叶也会为之前 对你和你父亲做的事情 亲自向你道歉 道歉 不用了 你别怕 就这么决定了 我到时候派车去接你 走吧 赵兰 别以为有洛小姐给你撑药 你就能踩在我的头上 我们走着敲 骗哥哥 我在公司被人欺负了 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谁敢欺负你啊 啥 他欺负我的话 今天晚上还得去你家 让你给他道歉 我看他是活腻了嘛 一个底层的垃圾 居然还来上单挑衅我 马上你过来我家 看我怎么给你出气 天呐 赵兰居然真的是 洛江丘师的小千金 赵小姐 我来接你了 上车吧 洛小姐 还是算了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今天叫你去洛家 就是为了解开这些误会 给我们个机会吧 江总 您怎么也来了 不管怎么说 你救了叶儿的命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况且 今天不单单是吃饭 我们还为你的父亲 挑选了几份合适的工作 江总 洛小姐 你们给我开的工资 已经很丰厚了 我怎么能在 你不愿意去 是不想原谅我们的 不不 不是的 我们先去楼上换衣服 你在沙发上坐吧 对 就当是自己家 不要客气 这不是我的约配呢 怎么在这 这不是我的约配呢 怎么在这 這是我 這幹什麼呢 居然還敢偷東西 不是的我沒有偷東西 還敢沒偷啊 這個玉佩哪來的 江總好心邀請你到家裡吃飯 居然還偷東西他要不要臉 不是的 這是我的玉佩 這是什麼 髒病還敢講病等等 說這班會玉佩是你的是嗎 小燕 放手 你幹什麼呢 剪開要不是趙蘭 你現在還在 sa 躺著呢 做人要回知人土老 你不要再欺負他 趙蘭也是阿姨是英雄 老公老公 老公 老公我求求你放了我女兒 有什麼從我來他喝酒杯 真的會出人命的 姐他會不會就是不會 少蘭的血液監禁報告就出來了 而不是我們的血涮 所以你們故意安排采陽 就是為了拿到我的血液做親子鑑定 因為你們懷疑我就是樂家的女兒 沒錯 少蘭 你真是糊塗 才會邀請你來家裡做客 你不僅將了醫藥費 又給你漲了工資 還好心邀請你來家裡做客 你為什麼還要逃 你就這麼愛偷嗎 不是的江總我沒有偷 把玉佩拿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都敢拿 這玉佩是我的東西 我沒有偷 開個機會就想偷 真是可憐老實實 一二三再二三的挑戰我的底線 沒教育的東西 真是不可以對你心轉 不是的江總 我真的沒有偷東西 這玉佩真的是我還敢狡辯 誰 人 我拖出去 我不想再聽你狡辯了 把他給我扔出去 我已經廢了 跟他以後還怎麼偷東西 媽 你不能這麼做 要不是招來小爺不會得救的 那有 我已經給他父親付了少許費 我們已經兩不相欠了 像他這樣的賤 能救少爺的命 是他的榮幸 我真的沒有偷東西 為什麼你們一次一次的污蔑我 一次都不肯相信我 因為你就是個底層的垃圾 如果不是你有熊貓喜 能救我爹兒的命 這輩子都休想寄我 架個門 原來你們忽然對我這麼好 就是因為留著我可以給你兒子治病 這就是你們豪門 是生命如草劍的豪門了 幾層的社會垃圾 有什麼資格在這兒說三道子 行了 別跟他廢話 把他的手折斷 扔出去 媽 雪山就要回來了 家裡見雪不太好 雪山最怕雪了 那好 那就把他扔出去 踹著就晦氣 是我 我還以為你們這種高高在上的人 會體諒我 好 江總 這次報告出來了 洛陽姐找到了 寶貝 媽媽終於找到了 媽媽 你一直在慢慢生氣 這次報告出來 趙嵐 就是江里的親生女兒 竟然真的是她 之前我們那麼欺負她 絕對不能讓她有機會回落家 踩在我們的頭上 你記住 從今天起 你就是江里的親生女兒 你 只要 這樣怪就怪你肺色是嚇著你 我媽媽好想你 你什麼 原來這些年 你一直都在媽媽身邊 我竟然都沒有發現 這些年 讓我向外面受苦了 什麼都不合 媽媽 只要能回到你身邊 其他的都不重要 只要能回到你身邊 其他的都不重要 這麼說 當初在宴會上的那個玉佩 是你丟的 是我的 啊 如果真的是你 為什麼夜會廳之後 你沒有回來就好 我以為玉佩丟在別處了 所以就沒有去夜會廳找 休息天 我丟了玉佩 睡不好也睡不好 沒事沒事快 沒事 只要你回到媽媽身邊就好 其他的其他的都不重要 是媽媽不好 以前媽媽沒有保護好你 還沒有認出你 媽媽 不怪你 剛剛招攬貿任玉佩 壞過差點是最好你們相認的機會 我 我感覺他這種人不能再繼續留在公司 我們把他開除吧 行 不能開除招攬 他剛救了洛宴 如果開除他 員工會怎麼想我們 兒媽 對 萬一我也有生命 是 剛從那邊腎臟一直還沒成功呢 我是不是很壞呀 我剛剛只是著急 隨口一說 沒有考慮那麼多 那就聽姐姐的吧 趙嵐這個隱患 必須儘快清除 隨口然後走吧 或者翅胎 那depend心 多少 又升降機 刺激 燒 黃河 再好你回来得及时 不然的话 小兵难保吧 那我爸他 怎样 你爸已经没事了 手术不成功 后期只要吃药 长期保养补兴 而且僵尸集团 会负责你爸后续的药法 倒是你 这身体还没好 怎么又去领域 你要再不听话 小心另外一只耳朵 也没烧坏 那我爸他 后续 你爸已经没事了 后续只要营养跟得上门行 这事 你得自己解决了 谢谢李医生 那我现在就去公司结算公司 给我买股品 哎你先别乱跑啊 你现在需要休息 没关系 我身体会对的快 只有我爸彻底好我才能放心 哎哎 咖啡真好喝 怎么 昨天没偷上东西 今天又想到公司偷 我没有偷东西 不是那些算公司的 工资 我看你真是掉钱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月还差一天 干完今天才有钱呢 可是 可是什么 今天你的任务是去仓库搬运 我安不成的话 这个月的工资 就别想 我的工作只有心情 你有什么权利更改我的工作内容 就凭他是洛家的三小姐 如果对上纸领导按摩的不满意 随时别滚蛋 听到没有 完不成翻语 不滚蛋 哎 到来 那你去医院 紫佳 你干什么呀 你看他那个样子 你看就是有什么传染病 离得远一点 妈 会出人命的 身上 你得传染病了 要死就死远一点 妈 这种变样子他在公司一天 公司做不得你 还是赶紧把它开除吧 得赶紧想办法的梦总教授 沈达斯特莫抢落家三小姐的位置 姐终于来了 我不是给你们交代过 雪山小姐他不 雪山 你不是对牛奶过敏吗 什么 啊 我小时候在外边流浪 没东西吃 只能去捡人家喝汤的牛奶喝 喝的太慌了 就顾不上不敏就会去情了 喝太多 后边就对牛奶不不敏了 其实是妈妈对不起 宝贝 你这是在外面生了多少苦 妈 别自责以后有您在我身边 我以后就不会受苦了 洛小姐 赵小姐醒了 妈 还有事我先走 你饭还没吃的姐 好不容易一下吃顿饭 为什么走了 没事妈姐姐忙嘛 医生 我想问一下 牛奶过敏会随着年龄增长 或者长时间和牛奶 产生抗险而消失 明知过敏还要长期服用 不要命了吗 过敏是先天性的绝对不会消失 那如果喝了一整晚就没有什么事 不可能 如果喝了一整晚 经ICU都是轻的 贡责当场没命 没有例外 没有 你知道真的是雪山吗 为什么她喝完牛奶 会没有过敏反应 这个是赵小姐的药 你拿好 赵小姐是牛奶大白过敏观者 饮食中绝对不容易 好谢谢 小猫怪怪女格小 等等妹妹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妈做的标记在右边 所以左边就是没有小星星的一边 哦我知道了 老小姐 你怎么站在这不进去啊 这是这篮庙 我还得试欺负彼此 多谢你照顾我们家蓝蓝蓝 赵叔 是我们对不起您妇女 这是小蓝的药 你拿着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主持人 哥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这是哥 关门托朋友 挑了新项链 记不记得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雪山啊 你看妈妈把你的玉佩修好 多亏了他我们才能找到你 你一定要好好收着 好的妈妈 姐姐 你没有什么送给妹妹的吗 雪山 姐姐给你买条裙子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身材 要不带你去房间睡 好的姐姐 姐姐 你能帮帮我吗 好 你能帮我吗 怎么了姐姐 没什么 拉着有点卡不太好看 哦 你看看这个衣服型 银子真漂亮 谢谢姐姐 喜欢就好 让妈妈去看看 啊 哈哈妈妈 哎呀 我的小公主就是漂亮 未未还有小时候一样 哇比小时候更好看 去检测机构 检测这两根头发一根水 我要以全程测 是 赵子强的医药费一共30万 你这写了600万 是不是太多了 这要是引起江总和洛家的怀疑 这都出来的570万 你拿走200万 剩下的给我 怎么样 赵子强的医药费 你看这造假就行 放心吧 如果被发现 你就说出了 攀走不业 把我们江市集团当提款机了 那我们先这么办 不过你并且让你注意 别说漏嘴 如果江总怀疑的话 再做心死签订就麻烦了 那这心死签订又怎么样 不是还有 洪主任我们来给洛姨补茶 给他你怎么没带着 妈我就说赵兰不是个好人 我们好心帮他承担医药费 他居然把当月大头 你看 赵子强的医药费要600万呢 什么 600万 不是啊 我车祸才花了几十万 他赵子强有600万 还好三少姐听长发现 突然叫这个炸不上去 人需要要给赵兰夫妻弄个动脑 妻女俩的胃口胃面也太大 妈 你就是太好心了 让他们以为我们是冤大逃 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们 早知道就应该听那边的话 开除炸了那个剑 不 当我们家慈善机构的 我女俩没一个 走 孙转去 事后恢复的不错 再配合一些抗人素的治疗 相信你爸快就能出院了 太好了 谢谢你的力量 赵兰 早知道你这么贪得无业 当初我就不该出一分 我爸说的对 爸爸从今天开始 我们陆家不贵的资助里面 都不分析 小哥 您这是什么意思 之前不是说的吗 我旧落伤 那我爸的手术费用 都有陆家承担吗 自己看看啊 我们好心帮 帮我拿一碗 端端机前十几 竟然花了六百万 你当我们很好骗吗 像你们这种 根本就不知道我同情 小姜总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们根本没有用过这上面的药 让我看看 我是赵先生的主治医师 这些高大的药 我们根本就没有够 而且这些药 对于赵先生的康复 根本就没有帮子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收剂 还能造成 说不定这些药 是他偷偷开的 想要卖医院的药物换钱 没错 我见赵兰在药房拿过这些 张总 之前我去看赵兰 我说这里藏了 一 这些 这些都是普通的药 根本就不是收剂上的这些 这里面的药至少也要一盒三千 这柜子 大概能放一百 这柜子 那你还藏了不少 现在人生物分剂子 还怎么讲 你不敢偷善 没有偷窃 偷窃 偷窃 你连药都偷 你还要不要 你妈是怎么教你的 我差点忘了 你是没妈 因为你妈也不要你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资助你 你分手 小姐 您不能这样 我爸现在好不容易多了手续 现在说后回复很重要 您不能这样 你们誓死是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对你们肯定杀绝一世 最后的人 你要是让开 赵小姐 如果挺要抗讨讯 你怕之前的治疗就白费了 你还是在想点办法吧 到头来还得笑我来求我 看看 当时早点他用全身 他不就不用这么着头 没了就先抗生死 你爸死丢 当时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也不希望 哇 这样不止了 你要干什么 这样 是我落家话 想着就跪下来承诺啊 想着就跪下来承诺啊 我求你了 求求你了 把药给我 好啊 啊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做真相条狗话 知道吗 你不会过分了 你会不混 我惹 你不会再跟你 对 我看到你 你不会不会再对吧 我看了 我看了 你不可能 我看了 你啊 你啊 你能不能呢 你能不能再这样 我说它 水 你是雪山啊這樣好玩嗎 你怎麼這麼快就猜到了 因為你這裡有媽媽給你做的標記 我都看到了 好這胎記 還真是跟小妹的一模一樣 還真有這麼巧的事 只要你可救我吧 我願意給你捐身 先把這牽了免得你媽 拿著你 我現在完了 現在可以付的錢嗎 錢是吧 巫術給你 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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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我们谈好的价格 那是不一样啊 但我现在不想给你了 就按合同上写的给吧 你这是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怎么了 白纸黑自己的清清楚楚 这钱你可以不要 但是这你必须得捐 我给你救救我吧 我不会尽力的 走吧 现在就带你去去 信息什么 赵兰姑子很记忆中的妹子 我怎么在他身上看了妹妹呢 还有这个开计难道他 等下 等下 我哥又搞什么呀 赵兰身体什么这样 颈异这些奇观尽量很没有问题 不 我什么员哥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这一直要做好几天洞行 影响我生活的呀 阿诚 那这么久天了有差点 万事不是一个小几 咱必须对不对 若少说的对 因为我们现在强行取权 不健康的事 可能会影响到治疗效果 严重的 还可能把一些潜在的级遇 传染给你 好 都凶了 赵兰 告诉你 再给你一周时间让你调养 你到时候我们亲自来摘你的身 你是不是把温度调的太高了 学战你见不见了心情胎剂的 不见了 什么胎剂 啊 你说胎剂啊 我觉得太难看 就去医院做了去发手术 那个都像这一样 可能是个冷冻 这份单子 董哥人 这份单子 7C 你怎么在 我的办公室 我只想来问一下赵兰的嘴边 李医生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你该动东西别动 不是我就在做分内的事 作为主任 我好心提醒 没本事就别为别人强出头 而这个小碎单明显有问题 这药绝不可能医院 那就是赵兰自己开的 我劝你报错你 如果坏了上门告错了什么 你别想在这待了 这么爱管先生 怕是留不住他 怎么了 妈 这是你之前让我调查的赵兰 跟赵子强的情报 赵兰 他并不是赵子强的亲生女儿 是吗 这件事不是小弟知道 这种小事 还值得你亲自跑的 那我怀疑赵兰才是 糟了 知道你想说什么 现在居然雪山已经找到了 不管赵兰是不是赵子强的亲生女儿 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如果DN检测有问题吗 检测是我们公司做的 怎么可能有问题 行了你出去了 我想再说 你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吗 爸 我已经不打算找他们了 不要 这怎么能行啊 薛佩丢了 大概我这辈子都找不到人了 赵先生 小兰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像我这样的 没有谁愿意嫁给我的 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孩子 您谦虚了 你一看就是会疼老 那您跟小兰 是 15年前 我在路边捡到了从山上滚下来的牌 那个时候 他浑身是血就剩下了一口气 我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 帮他输血 救火 可是我跑的太慢 没吃到他的 后来啊 我就把他书院成了我的女 当时 我要是能跑快点 来了他耳朵 爸 你别这么说 要不是你 恐怕我都活不到今天 谁叫鼓起来的 这赵兰的军力 和洛江三小姐这么相似 可是江湖已经长得更似的 补医生 火爆 你爸恢复的很好 明天就可以回家调养了 爸 爸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以后的家务活都给我们了 我们来来啊 最当事的 张诚哥哥 光看赵兰和他爸已经出院了 他们身体恢复的很好 不会是想反悔 不给你捐顺了吧 这个贱人居然敢耍我 我又逃干 赵兰呢赵兰 我看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们要干什么 我去 爸 我给你时间让你们调养身体 你就准备拿钱跑路 张诚 我没有要跑路 我只是想先送我爸爸回家 什么爸爸不是啊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拿钱跑路 我告诉你赵兰 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字起的黑 你要是不给我办事 放手 张诚 我会捐的 能不能先让我送我爸回去 来来 什么白色黑色 你答应他们什么了 搞东西 看清楚 气温全现 来来 你答应他们捐身了 爸 我不得不这样做 只有这样才能救你 来来你不能捐 不是要胜 我给你 我两个身都可以给你 你不要违干咱来 闭嘴 你这身捐个老子我都嫌恶心 给我打 张诚别打 我求你了张诚 哥哥你别打我爸就叫你放过我 我爸 还敢嘴硬是吧 我现在就让你踢到什么 给我打 不要 出发 我 您的 还想不得 我 您的 不是 我爸爸以後我會無條件給落上呈現 家 別多管閒事這種人就應該是這樣的 我和哥哥的血型是一樣的 我也可以給哥哥輸血 是更活況 他這種人的血是痛的 說不定有什麼戲劇病毒呢 喂你總是拿救我哥哥的血群身上 是不是像我落家一輩子的欠你的 家 趕緊上車 我們再回家了 說了小心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現在是不是沒有人能救你了 來 就讓這兩個劍虎都知道知道得罪我是什麼下場 往死裏面打 好 走 走 嗯 檢測報告出來了 前幾天機構顯示儀器出了點問題 結果出來後我會立刻給您打 好 這件事情一定要報名 不能讓任何你知道 停 有口氣把人送去醫院 他不能死 他的順悟還不掉 來了 謝謝來了 你沒事吧你別笑爸爸 你們這房出手 你們這是有無神革命的 你放開了 你放開了 你急著 啊 啊 報告確定沒問題 我們做了兩次決定沒問題 我知道 喂 陸小姐 報告結果已經出來了 我知道了 是 紅嬌這丫頭犯事還挺笑臉 有了這筆錢 我下輩子都不用努力了 這東西怎麼還在這 給儘管銷毀才行 喂 洪醫生趕緊來手術室 趙蘭威已經抓到了 現在就要化身嗎 對趕緊來 只要手術能成功 想要多少錢都可以 那我要一千萬 成就好 我馬上過來 原來趙蘭才是姜董的親生女兒 原來趙蘭才是姜董的親生女兒 我紅嬌是假夢 不行 我得趕緊告訴姜董 不然就來不及了 我公司餐餐 我送你給你 不及了 你老公 結好 我得趕緊 要想著參與公司決策 姐 你是覺得我不配嗎 我知道 我在外流落多年 沒有你有本事 所以你對我猜 你用不著在我媽面前裝可憐 今天趙蘭差點沒問題 我在勸媽媽和張晨的時候 你卻一直在 到底在生氣趙蘭就是個小偷 他射死是 重要嗎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是小偷 每次都是你煽風點火污衊他 夠了自家 趙蘭畢竟是個外人 你怎麼能為了一個外人 這麼說你妹妹 雪山你放心 媽媽呀 會給你挑選一個合適的職位 絕對不會讓你的公司吃虧的 哎謝謝媽媽 還是你對我呢 那麼小心 這個是江總和馮小姐的DNA檢測報告 你為什麼又做一次檢測 你這樣不是傷你妹妹的心吧 媽 洪文和洪交之前畢竟是親戚 我不相信那份報告 所以我拿你們頭髮 去最詮問的機構重新做了檢測 全程都有我的人在盯著 就是 有的人在裡面做事 你就不好奇 這份報告的結果 姐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 我是被洪家收養的 我知道你不喜歡我 合理這麼做 也太傷我們姐妹情義了 結果都還沒有公布 誰便是姐妹 真相就在這份報告 如果你真的是媽的女 你那麼心虛幹什麼 媽媽 我從小在外吃進葡萄 費盡千辛彎褲才找到你 姐姐不承認我就算了 我走就是了 好了好了學生媽媽相信你啊 不需要這種東西 他再給我撕 你看他做什麼 我什麼敢撕 你簽子來死 媽 你就不怕認錯你了 我們在這裡團聚 雪山是在外面受苦嗎 紅椒 你倒是說說 雪山對牛奶共 為什麼你喝了一整晚都沒有事 我是被中醫治好的 撒謊 上次宴會的時候 你還說是因為喝多了才習慣呢 媽 檢測報告既然已經出來了 不妨看一看 你放心吧 如果這個報告是假的 你有沒有擔心 哥哥 你也不相信我嗎 在你們眼中 我就是個說紅的騙人精 既然如此 我走就是哎 雪山 別走別離開媽媽 江總 紅椒根本就不是你們女兒 你這樣不是發了什麼 我這邊有兩個別投稿 一份是您跟趙蘭的 還有一份 您跟紅椒 這不可能 趙強說了 他是在一個山沟里面撿到的趙蘭 趙蘭也就在那個時候 誰是誰 誰是誰 叫了 這個賤人 到底把東西藏哪了 啊 不可能 我根本沒有見過這條項鏈 你到底用你這副無故的表情騙了多少人 我看你就是個天生的壞人 我都說了我沒有報告 我讓了非不相信我一定要把我走到警察局那我就撕給你們看 我 哈哈哈 我以前覺得 不是 哈哈哈 媽 是他們算計好的 你怎麼搞到看電視假的 哥媽你們要相信我啊哥 媽 照他怎麼可能是雪山 這依然是假的 這不合是假的 和解 這不合是假的對不對 哎 莫姨 你這大眼睛看清楚了 照來就是妹 他就是 你就因為不想承認自己的錯 這樣看他在外面繼續受苦嗎 教你 是你做的對不對 我跟他害我們兄妹分離 你這個家人 我知道這兒是老先生想想怎麼樣 你這個人 那次我那發還沒有我應該想的動 你們就想想吃到屁股了 你怎麼樣了啊 我來不理 這張照片我都沒事 你還在醫院 我要你 我 張子佳 張子佳你醒醒你快醒醒 莫蘭的 條蘭在哪 快救 救人啊 我冷 我會救 我一定會救的 她才是我十三多年的女兒 我張子佳 我是敢動我們一個號碼 讓你們整個張家都消失 張超 哇 我接電話你個畜生 啊 手術已經結束了 就算你們 他也已經沒命了 告訴你啊 我們也不會有任何閃失 但凡我們掉一根好嗎 你就死定了知道嗎 張總 張要被張上帶去張家的私人醫院了 立正 馬上 去張超的私人醫院 你快打一二零 走上走上 我八蛋 別擔心 你們一定會沒事 快 再快點 張超 張蘭失血過多 現在動手術的話 我怕必死無疑 身手嗎 是 那就別費 我要的是肾 還仍是 不是我跟老子沒開始 那我的報酬給消費 非見一條人 這除了是二三醫療事務 我這輩子都做不了一生啊 好 我幫你 送別幫忙時間 好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在別人的時間 要慢慢求人照顧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到來你的命已經由不得你了 放心 麻藥不後 你不會有任何 我希望你 我希望我們一家人能永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小山又說出來就不靈了哦 不過姐姐不會離開你吧 放心吧妹妹不管我們去了哪裡 哥哥一直都會護著你的 媽媽也會永遠在你們身邊 來吃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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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春子 來人 把這門破轉去 你怎麼會這樣 我被弄出了什麼事 我要了你的命 這不是狗猴子嗎 那種心朔不正的女人 怎麼可能是我的女兒 照男才是我們失散多年的三小姐 落雪山 說起來如果沒有人幫紅教 怎麼能冒充血 你確實相見不相識 不錯了都是紅椒逼我的 其他別人這麼做的 我送到警察局 讓警察自信审問 我我 你快去那裡吃到醫生 你快去那裡 你快去那裡 你呢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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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媽媽的錯 是媽媽對不起你 要是妹妹真的出生 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 李醫生 我女兒姐 結果怎麼樣了 江總 張小姐之前頭部就收穫了 這次頭部又遭到痛痛 這腳部破裂 如不盡快一隻眼角活 很有可能會失禮吧 醫生醫生 又我的 哎呀羅莎 你才剛做完什麼 妹妹小時候的 就有那一輩子 但她和一位舒適 就差點 有心 還這麼欺負 你也叫我 我這條命都是她的 你也 你都在 我已經決定 你也叫 慢慢成功 好 你也叫 我的女兒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醒過來 江總 趙小姐生命體能正常 可是全身也是活路啊 啊 都是我的錯 雪莎 都怪媽媽沒能早點認出 當時我當初相信你的話 你就不會靠在這兒 你快醒過來 你快醒過來 長大後哭不哭 你怎麼能醒過來 你又是爸爸的病都行了 我 你馬上 媽媽 你坐下來 太可愛了 我看著你 看著 哈哈 來來你醒醒啊 你不是說要照顧媽媽的嗎 我不是在這兒啊 你應該也看我 你們兩個最重要的人 快點讓你救過來 來點最悲這個樣子 還不都是你們害的 你醒醒 你只可以看我 你可以看我 媽媽也活不下去了 完了 你看 工錢將來已經打過來了 太好了吧 怎麼了 爸 還有什麼事呢 江總啊 已經請了最好的醫生 給你治療天理 還以你的名義講 成立了龍亞人基金會 咱們救救那些沒有用錢 治病的龍亞人 我知道有心理過不去 要不這幾天啊 還有羅少 羅小姐 他們每天都在門口守著 就想帶你回家 可又怕你不高興 就一直沒敢進來 咱們 行賣這東西 畢竟是打動骨頭連著筋啊 你們是一家人 我帶你去看看 我帶你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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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 姐姐还我姐姐 对不起对不起小妹 不是哥哥不好 哥哥 当初不是因为哥哥你也不会的 哥哥还说好要保护你 爱你这欺负 好了 你要是再说的话我可笑 肯定了吧 没事 妈啊妈妈 宝贝 你怎么回来了 是妈妈的现在 我回来就会 妈 带雪山和赵初出现进去吧 这一会搬菜都凉了 走 什么事走 吃什么 哎去喝吧 哈哈哈哈 白了吗 这都要转 嗯